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粉丝表示 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这么喜欢看广告的 还不是因为有肖战的存在吗 所以大家连广告都常常去蹲了 可以说最近关于肖战的好消息真的太多了 无论是他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身影 还是广络上关于他的消息 都足够让粉丝激动和欣喜的 虽然他没有接新的代言 但是无论是开小赵还是真果利益或者是百威 这几个合作的品牌经常放出新的物料 也真的是可以满足了粉丝们的相思之情了 这次有粉丝发现肖战出现在安徽卫视了 而且是与真果利一起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新的物料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的视频 但是对粉丝来说就像是一个空降了天大的惊喜一般 看到肖战的新的状态和新的物料 真的让大家觉得一切的等待都没有白费 所有的美好都正在路上悄然盛开 在这则新的物料视频中 我们看到了肖战的盛世美颜出现在了大屏幕上的样子 真的太可了 肖战的五官真的非常适合在屏幕上进行放大 没有一点瑕疵的外貌在银屏上面会更加的让人心动 片中肖战身穿白色长袖衬衫和淡蓝色裤子 搭配一双白色的鞋子彰显年轻活力和阳光青春 肖战一手插兜一手有着美好的小动作 并且说着极其吸引人的温柔甜蜜告白 而这次肖战的广告词也真的很温柔 与你一见清新 虽然明知道这只是一句广告词而已 但是对于小飞侠们来说也足够心动了 看看粉丝的评论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回家时候一定要动个广告无限循环起来哦 甚至粉丝表示连广告都上心了 肖战的新剧余生什么时候才能播出呀 肖战最近的影响力和热度真的越来越高了 没有一点受到几个月风波的滞留的影响 反而他带货的影响力更是达到了娱乐圈 很难得一见的一种空前顺况 凡是他有关的东西以及他代言的产品 没有一件是不受欢迎的 甚至很多上架之后都秒受庆 这真的是说明了肖战的实力啊 命运从来都不会亏待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 特别是最近一直热传的开小灶的这个品牌心上的自热小火锅 以及在美国上心的开小灶代言也被抢空 国外的粉丝真的有一点实名羡慕国内的小飞侠了 虽然很多时候几美没有抢到代言而感到失落 但是也因为别的姐妹买到了肖战代言感到开心啊 因为自家的爱豆偶像居然这么受欢迎 作为小飞侠也真的是很骄傲的 其实肖战这几个月虽然一直没有出现在我们大家的事业中 但是呢网络上关于他的一些消息却是不断的 正是所谓的那句话人不在江湖 但是江湖上却有很多他的传说 而他之所以也没有被黑子们的阻击质疑和攻击所打败 也同样是因为他的人品和实力 没有哪位娱乐圈的偶像会像肖战一样 以自身的一己之力扛起所有的不公与委屈 当命运给予他痛苦的时候 他把这份精力化作前行的动力 为大家展现的还是那份温柔坚强的样子 还有满满正能量的形象带领着粉丝们一起努力前进 成为更好的人成为粉丝的骄傲 所以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不让人心动 又怎么能够不全粉呢 我们看得到他的未来 所以心扑璀坦的前途一定会在不远处等着他 他也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他的康庄大道 另外近期肖战更新了绿洲动态 是他可爱的坚果姑娘 肖战这只猫咪确实非常可爱 看起来又甜又乖太可爱了 而这只可爱的猫咪动态也很快的在网络上火了起来 不仅在微博上面上了热搜的第三位 坚果大名还上了泰国去世第八 不过肖战的猫咪照片是发在绿洲上的 所以绿洲上的热度也很高 绿洲也是微博旗下的社交软件 许多明星都注册有账号发动态的 肖战也有一个账号 个性签名为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七七之后肖战也算是正式回归营业了 微博绿洲也开始更新了 肖战在绿洲上面发了坚果的图之后 迅速霸占绿洲各大热榜的前排位置 人气榜啊动态榜主题榜 桑榜榜一都是他 并且热度堪称是断层式霸榜 其实同日也有许多别家的明星在榜的 比如说华晨宇啊 吴亦凡 杨阳 景田 杨子 李文汉 程毅 赵露思 轩露 任豪 吴轩怡 杨超越王 欧等别家明星更新动态的 但是别家超一百万人气的都不多 肖战居然直接破亿了 仅仅就是发了一下自己的猫咪的照片 分享了一下生活 就这样再简单不过的一张图片 加上两个表情 人气居然可以在绿洲上面破亿 绿洲这个软件不同于微博 基本上明星不会在这个软件上面做数据 所以这上面的数据 基本上都是十分的真实的脱水数据 单纯的粉丝活跃度 看得出来 即使肖战被黑了大半年 即使他刻意削弱自己的流量 刻意低调降低存在感 但是他的流量和热度 以及粉丝经济仍然不减当初 甚至是堪称是有增无减啊 一条绿洲人气榜断层榜一 邓泰榜人气榜霸榜前排刷链 顶流最不确的就是热度 然后呢就想起来最近肖战拍新剧路透 一直不断 黑粉在嘲讽定时路透固粉 抖音上许多的黄牛也出直播 就连一部分的CP粉也在那呼吁 路透提升热度 明星需要热度 之前呢还差点就信了这些台词 这会儿看看肖战 他哪里需要路透来维持热度和固粉呢 且不说那些路透里边帅气的照片没几张 只说多少演员和导演都说过 路透有害无益 一个正规的剧组 对于没有关系的剧的角色 造型和台词都是保密的 然后被路透了可能就是要费心思剪辑 或者是修改了 完全就是给剧组增加工作负担 给演员增加压力 再说呢肖战这会儿拍的是一部大制作的县里剧 这样的证据哪里会需要路透来宣传和维持热度呢 等大大方方正式的官宣之后 各方面的关注度绝对不会少了 真正的好剧作的是质量 质量硬了甚至都不需要刻意的去营销 别人都会忽略不了他的优秀的 最近刷到的很多视频 看到肖战伞上面的名字 不要拍了 明明大拍已经给他和他合作的剧组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但是呢肖战却并没有出来发个微博斥责一下 或者是抱怨一下 他表明态度之后呢还能够加一个拉字 还会和粉丝们在绿洲上面分享一下他的猫咪 多么温柔的一个人呢 肖战也是很想安心拍戏的吧 他一直都说他的工作路线呢重心是拍戏 希望尝试更多的新的戏剧 这部的新剧呢也是他火了之后选择的第一部剧本 决心呢今年下半年开拍之后呢 要到明年的上百年才能够拍完大制作的军旅剧 所以呢就不要去打扰他了 也不要去追逐那些路透啊或者直播 让他安心拍戏吧 以后在银屏上面看到他最好的表现就挺好呀 你怎么看待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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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